五月 吉隆坡 苏迪漫背 泵云组合加军会后最重要的比赛上表现欠佳 三次出战 两次失利 尤其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相继输球 就连好脾气的傅海峰都急得摔开了拍子 而打不出状态的蔡云在对手强攻之下变得越发被动 蔡云已经是33岁了 一个这么大年龄的老运动员 你还想让他像年轻人时候每一天都保持好的状态 我觉得是非常难做到的 这是第一个主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确实在人已经33岁的时候 最终能够完成了奥运上的一个完美的比赛 拿了冠军 运动员母确实觉得也松了一口气 这口气松了之后能不能够再调回来 再调回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这个问号在青岛集训期间得到了回应 蔡云找到专职体能师强化训练 汗水挂在脸上吼声迸发出能量 风云组合历经十年磨练 虽遭遇低谷但态度坦然而积极 互相很理解 因为每一个人不可能每天都是非常好的状态 今天可能你不好明天我不好 互相鼓励呗 能配得这么多年 我相信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傅海峰训练中话不多 也没有因为年龄问题而降低强度 跟小队员台主的幅度比起来 他更接近于个人的继续 大家都觉得我们出现一个低潮 所以我希望能通过这个比赛来证明我们自己 我们还是可以的 在队里做一个榜样 对榜样的力量 CCTV部有个榜样的力量 争取明年我们还能拿红衣人物 我肯定是希望拿越多冠军越好 因为对我们俩来说每一个比赛都是一个突破吧 应该说 特别是在南双来说 我们还不同意以前的一些冠军 他们肯定有一些奸向的 可能还会 我们俩就是一个项目 我觉得这很不容易 所以能多打一会儿就打一会儿 在爬出低谷的过程中 蔡云富海峰咬牙坚持 并憧憬着市井赛五冠 眼见着哥俩状态回升 教练同样也松了一会儿 蔡云富海峰通过这两周的训练 他现在应该说状态 体能对方恢复越来越好了 在家里面的对抗时间 对抗强度都大幅提高了 整个来说应该是都往好的方向再走 现在主要是要控制他们一个疲劳度和伤病 上届市井赛决赛胜出后 傅海峰伸出了四个手指 代表着他们拿到四个市井赛冠军 他盼望着这次在广州 还能有这样的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